VPR是目前季Brush所能够提供的最佳着色品质 画面中你可以看得到的 这就是VPR着色效果 边缘的地方变得非常的柔和 除此之外 透过Create Maps这个按钮 你可以将图形的部分 以各个频道分别输出的方式储存图形 在这个地方 它提供了颜色的图形 深度的图形 阴影的图形 AO图形 以及去备用的遮造图形 输出时要注意的 如果你AO这个按钮没有开启的话 当你使用VPR着色的时候 AO这个频道就不会被产生出来 另外在输出的时候 建议各位调整一下VPR Shadow VPR AO 甚至你有使用VPR的赤表面散射功能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参数调整 让左色出来的品质更好 例如说在VPR Shadow这个地方 你可以将解析度改为1000以上 阴影模糊的程度 你可以将原本的8调整为3 2或者甚至4 让它的阴影效果不要糊成一团 而是一个比较锐利的感觉 另外在AO的部分 你可以将解析度调为1000以上 模糊的部分一样设为3 2这边的数值 另外像SSS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解析度跟模糊程度 基本上设得跟上面这几个一样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 Angle的部分它预设只是45度 你可以将它改为360度 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 当你确认输出这些贴图的时候 你可以点选这些小图示 然后指定路径以及打名之后 就可以将这些频道分别的输出了 我们来到Photoshop 看到目前输出的几张图形 除了Color Shadow AO 深度贴图 跟这照之外 你可以看到这边还多了一张 Specular 所谓的反光的图形 那这张图形该怎么处 再怎么产生呢 我们再切回去Brush 你可以直接指定一个材质球 例如Basic Material 然后将Material的选单 打开之后直接将Ambian 跟Diffuse这两个数值调为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些 颜色的部分资讯没有了 然后它的明暗度也变为是一个很深的黑 这边因为Specular数值是12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朦胧的反光效果 你可以加强 这个效果让反光效果更为明显 如果你想要移动这个反光亮点的话 你可以到Light这个面板里头 直接将 灯光的位置 做一些调整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反光亮点的位置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将这些输出的影像做合成的处理 那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原因是因为 当你在Diffuse里面直接 着色成一个完成的图案的时候 最终的图形的时候 其实你的阴影的部分 你的反光的部分 你的AO的值 这些其实是不能调整的 那有时候当你在接案子的时候 有可能 你的反光亮点 这个效果 客户觉得不喜欢 那 但是你觉得很OK 这个时候其实你们必须要因为客户的关系 去做一些 独行的修改 那你可能常听到的问题就是客户跟你讲说 我希望这个反光的部分稍微亮那么一点点 或者是说 稍微不要那么亮一点点 但是 这个一点点其实每个人的 看法不同 每个人能够理解的也不一样 所以你回来的时候 你如果还是一样 再调整一下 你的反光度 然后再逐色成一张 全部合起来图形的话 有可能你接到 你丢到 客户那边 客户还是跟你讲说 这个亮度 我还是不喜欢 还是不满意 你可能必须重复的 往返的 再修改这个所谓的一点点 亮一点点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如果说你把这个 图层分别输出的话 这些频道分别输出的话 你就可以针对 客户所要求的地方 比如说反光的部分 做微调 因为透过Photoshop的图层功能 你可以将 反光亮点的 强度 加强 或是把它减弱 OK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合 这张图形 首先我们先将Shadow这个图形 Ctrl A 选取全部 Ctrl C 复制 Ctrl V 贴到这个颜色的图形里面 这张图形目前没有用了 把它关掉 再来 AO的部分 Ctrl A C Ctrl V 的方式把它贴上去 AO跟Shadow 你可以不用分它的前后顺序 你要 AO在前 AO在后都可以 Shadow在前 Shadow在后都可以 我们现在把AO这张图也关掉 这个时候这张图里面 它有三个图层 三个图层 那我们将 这两个图层指定为 色彩增值 色彩增值 当你指定完色彩增值之后 之后你就会发现 这张图其实跟我们在Zbrush里面使用VPR着色出来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三个图层 Ctrl E 将它合并成一个 这时候它又变成一张 类似Zbrush里面VPR所输出的 最终的图形 那接下来我们选择遮照这个图层 Ctrl A C 接下来在色彩这个地方新增一个色彩 将这张图层给贴上去 这个是我们用来去背的图层 切换到RGB模式 切换到图层面板 选取 载入选取范围 选择Alpha 1 这个时候人物就被选起来 你可以选择Ctrl J 将选取的范围复制到新的图层中 这个时候我们就完成我们的去背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 这张图形其实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颜色的部分 会觉得有点暗 有点暗淡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使用Photoshop的一些颜色调整的工具 来做一些处理 那首先我们将这个图层 做一次的复制 接下来我将 图层的属性混色模式改为绿色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 绿完色之后 图形的颜色变得比较亮 绿色这个不透明度的地方你可以设定50到100 随便你去处理 如果你觉得100这个数值 太亮的话 你可以把它降低一点 降低一点 接下来相同的图层我们再复制一次 这个时候我就不选的绿色了 我在这个地方我选择 柔光的效果 选择柔光效果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形 目前变得比较暗一点 而且 颜色也比较鲜艳 我们不需要那么鲜艳的颜色 所以我们在 影像 调整 使用去除飽和度的方式 将它变成一张黑白的图片 切到正常模式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张黑白的图片 切回柔光 这样子的效果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非常的 柔和 而且它 也没有那么饱和 颜色也没有那么饱和 然后比较一下这两 加了这两个图层之后 我们再来比对一下 跟原本的图形 你可以看到差别 差很多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叠了这两层图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周围的部分开始慢慢会有一些黑边的效果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图层 Ctrl 点选这个小图式 选择 选取 修改 缩减 我们往内缩一个 Pixel 往内缩一个像素 Ctrl 加 Shift 加 I 将选取范围 反转过来 Ctrl X 减掉 这个地方它刚刚内缩的这个外缘的部分 就会被剪除 相同的方式 Ctrl 点选小图式 选取 修改 缩减 缩减一个Pixel 让它往内缩一个选取范围 缩一个像素的选取范围 Ctrl Shift 加 I 反转选取范围 Ctrl X 将外层这个地方剪掉一个Pixel 这个时候我们再将这个影像 合起来 你可以看到 合起来之后外围这个部分 它黑色线条的部分就会消失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的是 将背景的部分与 影像的部分做结合 我们将背景图层 复制 贴上 贴上之后目前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影像跟 人物的部分 它的光线其实不match 你可以看到背景是背景 影像是你的角色 基本上它的光线 跟照片里面并不一样 关于图形的部分我在这个地方先再把它做一次加亮 使用绿色的方式 这样它打亮 打亮之后把它合起来 Ctrl 1 将连结的图层把它合并起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 针对这个 灯光的部分做处理 因为我们不晓得 照片当时的灯光 的强度以及位置 甚至角度是怎么摆设的 所以我们是使用 模糊的方式 将这张图片背景模糊的方式当作光源来处理 复制这个图层 复制完之后把它移到最上方 移到最上方之后选择滤镜 模糊 高丝模糊 在这边我习惯调整到至少60以上的 像素 强度至少60以上的像素 这样一来你可以看得到 它整个糊成一团 我要的并不是它的细节 而是我要它的颜色当作光源效果 那当然在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 这里有一个区域 它是属于大片的黑 这一大片的黑到时候在合的时候会让你的 光源的部分 就是产生不出我要的效果 所以 在这边的话我会使用 变形的方式 做一次缩放处理 把黑色的部分给取出掉 只保留亮点的地方 因为 比较后面的地方其实我们的光线 也看不到 那接下来 切换到角色的图层 Ctrl 点击这个小图式 将它选起来 那接下来切到刚刚已经模糊掉的图层 Ctrl 加 Shift 的 I 反转选取范围 Ctrl X 将它减下来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人 被我们模糊掉的 背景图形 所覆盖 在这个地方图层选择 流光效果 你可以看到 目前人物的 颜色跟后面的颈 看起来已经 非常非常的接近 如果你觉得不是很满意的话 你希望再 再强一点的话 它长度再强一点的话 你可以再 再复制一个图层 它会更强 那当然有时候你可能会达到一些反效果 所以这部分就看 你怎么去调整 OK 那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图形的部分 已经有加入了灯光效果 那我将这两个图层 再把它合起来 再把它合起来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是 角色周围的一些 所谓的灯光照射的一些 亮点的部分 亮点的部分 这个地方我要使用的是遮照 那在做遮照之后 之前 遮色片之前 我先把这个图层再复制一次 因为周围我希望它的颜色是比较明亮的 因此我在这地方复制的图层之后 选择影像 然后调整 你可以使用很多种方式来 来达到你要的效果 在这边的话 我会选择 纵观变量这样的方式 那选择 更多的黄色 因为它旁边是 黄色的灯光 更多的黄色 然后加量一点点 加一点点的红 按确定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 人物已经 变得比较偏黄色调 这个时候我把遮照 遮色片功能打开 你可以看到当我打开遮色片功能的时候 在图层右边多了一张小图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遮色片 那因为目前遮色片本身是白色 你看 你看不到它有什么改变 那我们现在将颜色的部分 改为黑色 然后点选遮色片这个小图式之后 编辑 填满 填满前景色 就是黑色 填满之后你会发现说 这个地方的 这个图层 基本上好像消失了 它事实上还在 只是因为这这边的关系把它遮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动作是 回到这个人物的图层 Ctrl去点选小图式 将这个人物选取起来 将这个人物选取起来 选取起来之后 我在这个地方 把 它切换到遮色片的模式 然后选择 选取 修改 缩减 我将它内缩大概10个单位 10个像素 按确定 你可以看到人物的部分 现在目前选取范围往内缩了10个单位 这个地方 我切换到遮色片模式 选择白色 编辑 填满 你可以看到 目前这样的效果 当然这不是我们要的效果 所以 反转回去 再做一次 Ctrl Shift加I 反转选取范围 编辑 填满 填满了 白色的部分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 外围的地方 原本这个图层黄色 黄色色调的部分又显示出来 那目前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结果其实并不是很理想 为什么 因为它边边 太过锐利 所以它没有办法产生 黄色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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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到 皮肤色的这样的一个 正常的这样的感觉 在这边我将 遮色片 选取 然后使用 滤镜 模糊 高湿模糊 数值的部分 你可以不用调到这么高 让它可以产生 比较柔和的渐渐效果 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零的状态 零的状态 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将它的效果 稍微的 加强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就可以产生非常漂亮的渐渐效果 这样确定 你可以看到 透过目前这样的处理方式 旁边它还是多了一些 白色的线条 那相同的做法 我们现在先把这两个图层 给 合并起来 选取这个图层之后 使用选取 修改 缩减 一样缩减成 一个像素 Ctrl加Shift加I 反转选取范围 CtrlX 将这个一个皮手 把它拿掉就可以了 那 再来我们要做的是 让 这个模型 它本身 有一些 所谓的 黄色的 亮点 黄色的亮点 因为 它的周围都有 黄色的光线在打 在照射 所以 基本上 它的身体的 很多部分 应该如果有反光效果的话 应该都会反射 反出 黄色的灯光 在这边我们选择 反光图形 新增一个图层 然后填入一个 黄色的灯光效果 编辑 填满 填满之后一样 你可以选择 色彩增值的方式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反光的部分 从原本的白光 就变成黄光 Ctrl E 将 凸层合并起来 Ctrl A C Ctrl 加 V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 你可以选择 绿色 绿色的模式 这个绿色模式会把 黑色的地方给 绿掉 变成没有颜色的 其他地方 它会保留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当我有开跟没开的时候 当我开启了绿色的效果之后 你会发现 身体的部分 跟它周遭的周围的环境 它本身又叠上了一层黄色 让它更接近 我们所要的效果 那当然目前你所看到的 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些 不协调的地方 原因在于是说 你的图形太过锐利 后面的地方很模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把这个图层再复制一个 然后选择底下这个图层 一样 你可以选择 滤镜 模糊 然后选择高丝模糊 将这个数值 稍微拉低一点 让图形周围 也一样 产生一些 柔和的效果 这样子它就可以跟背景 合得更match 你可以把数值调高一点看看 或者说把它调低一点 让它产生一点点 柔和效果就可以了 这个反光图层我们已经用不到了 把它关掉 那接下来 我们将这两个图层 再次的合并起来 再次的合并起来 最后我们要处理的是深度的部分 深度的部分 景深的效果 它所做得出来就是 这个地方 可能当你使用景深效果的时候 你可以指定 这个地方是模糊的 然后渐渐渐渐 变清楚 或者是说 后面的地方是清楚的 渐渐渐渐渐变模糊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Ctrl A C Copy这张图形 接下来一样 选择色版 这个地方Alpha 1 我们已经把遮罩的地方 已经做完去备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还是保留Alpha 1 Ctrl V 把它贴上去 把深度的部分贴到这里面来 接下来我们选择 这个人物图层 选取 采入选取范围 一样指定Alpha 1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这个地方基本上 比较明亮接近25 就是白色的部分 被选取下来 那其实他 整个人一样被选取 只是因为 颜色 选取的方式不同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好像 只有选取到这个地方 事实上 他整个人都有被选取 那接下来按Ctrl H 将选取范围给隐藏起来 选择滤镜 然后选择模糊 高丝模糊 你可以看到 当我把这个数值加强的时候 前面 手背的地方 手背的地方 跟大腿这个地方 他会变得比较模糊 那 后面这个地方因为 他是比较深的 比较深的 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模糊的程度 并没有那么的强 那脸的部分 他本身有一些 有一些被模糊掉 因为他本身介于中间 所以他 还是有一些模糊效果 当然如果你希望他的 模糊效果不要这么强烈的话 你可以把它数值稍微调底一点 调底一点 这边的模糊效果也会变得比较弱一点 所以 当你在使用 景深的部分的时候 你姿势在摆就非常重要 你的深度会影响到 之后你再处理这个景深效果的 结果 在这边我们假设说是 是以3.25的方式 我觉得这样的模糊效果是OK的话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最后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加了景深的效果 然后将反光的部分 黄色灯光的部分 把它贴到这个涂层上 另外我们也 在旁边加了一些反光的 边缘 另外 颜色的部分也做了一个调整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 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